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万圣节了 不少烘焙业者纷纷推出主题蛋糕和甜点来刺激满气 有业者应顾客要求推出小型蛋糕 也有业者推出甜品桌满足大型聚会的需求 记者李雨婷报道 四寸大的迷你蛋糕加上南瓜科学怪人和蜘蛛网等设计 充满浓浓的万圣节风味 这家烘焙店今年推出便当和蛋糕和杯子蛋糕 希望提供消费者较便宜的选项也减少浪费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不希望吃太多蛋糕甜食 或者是after food之后 只是要尝一点了一人吃一点 所以我们为了满足消费者这样的需求 我们就款式比较多 然后分量比较小 另一家主打低卡杯子蛋糕的业者表示 由于防疫措施放宽 今年接到更大的万圣节订单 订购数量从一般6或12个增加到48到60个 这家提供万圣节主题蛋糕和马卡龙等甜点的业者表示 今年的需求增加两成 跟去年不同的是 我们特别推出了万圣节主题的甜品座 因为随着疫情慢慢放宽 然后公司大众也对甜品座有需求 业者表示原材料成本上涨了约两成 因此得调高甜点价格一到两成 但仍在顾客可接受的范围 感谢观看